今天的主角是一位传奇帝王 他的一生堪称一部前挂 今天的内容我估计光看完前面五关中 亲爱的们你手里的B就已经保不住了 人想突然投递 密码在前 前挂六摇第一阶段为 前龙不用 阳在下野 你在强龙之巴掌中肯定听过这个吧 他本真的意思其实比武侠要有意境多了 包括大家以为射雕里 风鸡公说 抗龙有毁重点是在毁 其实和本真的意思是有出入的 咱们先从前龙旅 抗龙在最后一关 前龙无用并非是指前龙要无为 要啥都不干 而是指前龙是做好充分准备的开始 是叙事待发的基础 比如说人年少求学的时候 你要保读诗书 比如说人出入社会 要干脂满满如海绵一样 吸收各方面的能量和技艺 前龙的核心在前 所以阳在下野就是要收敛你的锋芒 要悄悄的积聚能量 不显山不落石 不要在自己还没准备好的时候 冒冒失失的表现出来 而是叙事待发 看准时机以后再大放一彩 世间大部分人 中气生都危机前龙状态 要么没学到真本事 要么不懂外部环境不允许时 要做前龙 别把自己写出来 当机具的力量足够了 要展现自己了 也就到了前挂的第二条 陷龙在田 利剑大人 得师谱也 第二阶段 核心在这个陷子 前龙出山 出现在了原野上 全世界都看到了 随后要有大人之才 得大人之柱 也就是所谓的利剑大人 才能进入到第三个阶段 你不明则已 一明就要惊人 出场要炸裂 让所有人知道 有一位人物上场了 所以有大人之才 在于亮相时 要有大人之量 你要胸怀宽广 要让人觉得 你是能代表 大家广大共同利益的 去让大家成就 你给你拱上去 也就是得师谱也 你要是一表现 就踩了所有人 让别人觉得 这个人风光 像一个独占好处 和光复的小人 你并没有得师谱也 则必然会被群起攻之 不光要自己 有着大人之才 你还要得到大人之柱 要一拱 更加宏大的力量 往上拖着你走 你这只陷龙 才能继续往上再去一步 大人们为什么要帮助你呢 因为你是下一个大人罢了 你一定要让贵人们看到 自己哪里值得帮助 走过第一步的乾隆 要有一大半搞掉了这一关 这才第二关 就已经淘汰太多人了 要么无大人之姿 寻常心量 要么无大人之柱 困于原也 献龙们 切记 利剑大人 得师谱也 在利剑大人的相助下 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 君子终日前前 息涕若丽 无救 何心为涕 你这只乾隆亮相 变成了献龙 哪怕你有大人之才 得大人之柱 你表现非凡的同时 无可避免的 要受到四面八方的打击 有抢你的 有嫉妒你的 有祸害你的 各种各样 总之 欲满天下者 皆棒满天下 这都是跑不了的 你不显山不露水的时候 偶尔自以妄为 还无所谓 一旦山水大限 出世立弯了 你的方方面面的漏洞 都会放大在聚光灯下 所以你要时刻的 加金磊 做人 不要出现漏洞 时时刻刻 休不漏洞 谣言会自动消散 但实锤 会让你功力尽散 当一个人开始 得名得利的时候 注定会失去 很多凡人的快乐 你不会再有自由 你不能再自以妄为 你不会再有单纯的快乐 万物皆如此 有得必有失 名利双收之时 要时刻警惕 要如履波兵 要避免自己有漏洞 要斤得起风吹雨打 才能进入到第四个阶段 祸月再冤 尽无旧也 核心为月 一旦你的势能积累的足够了 你要去主动找机会 或者说时代的风口来了 你要去月龙门了 十年磨一剑的 去决战这个机会 礼于月龙门 越过去了 成龙 身家百倍 越不过去 如落深渊 前功尽弃 以文庸做了十三年的傀儡 面对以文户日程上的起而代之 他在小心谨慎修补弱点的时候 天天都在等这个 获月再冤的机会 越过去了 成龙 越不过去 摔下来 下辈子重开了 这两种状态 就是那句著名的 天冤之别 你越的时候 有很多运气成分和突发事件 有时候 就差这么一点 但人生的结局 就完全不同了 月龙如果越过去了 就会进入到第五个阶段 飞龙在天 利剑大人 也就是总听说的那句九五之尊的状态 九五的状态是最好的 飞龙在天 核心在飞 越过龙门 成为了飞龙 跌落深渊 成为了长虫 在天上俯瞰深渊里的那位 也就是所谓的天渊之别 政治中的所有参赛选手 最终都是天上的那少数几位 俯瞰深渊里的曾经的对手 龙本为天物 上天之后就开始完全的挥洒自如 无论能力智慧人望地位 俊已经进入了大成的阶段 但在天上的飞龙 仍然利剑大人才能飞得更好 这个阶段的利剑大人 要和第二个阶段一样 要内外得大人之助 不过此时的大人要改改为道 你这位大人 不仅仅是要让所有人拥护了 你还要为世间的榜样 飞龙在天的时候 如果忘乎所以 同样会被贬下凡尘 历朝历代的大领导 被打倒的那可太多了 飞龙自己为大人之造的同时 也需要大人的相助 比如说汉三杰 比如说云台将 比如说巡令军 比如说汉丞相 宇文雍在掌权之后 通过抢劫宗教的利益 最终完成了从上到下的统战 龙行九天之时 切记自满 切记独占 切记自毁长城 飞龙升腾到极致的时候 势必孤寂无助 龙有灾祸之困 也就是牵挂的第六重境界 最后一重 抗龙有毁 赢不可久言 抗龙有毁的核心是那个抗 抗的意思是高 是傲 是急 飞龙在天的时候 一定要时时刻刻警惕 时刻而止 要斗八艰险再触发 要敢于自我革命 要加强自我进化 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能力 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而不是升腾于极致之后的 过分之抗 是我们要保持飞龙的状态 保持久悟的状态 而不是让他变成抗龙 飞龙者 手握权柄 雷霆万钧 但事不可作绝 事不可用尽 凡事太近 缘分势必早进 缘庸这辈子的最大槽点 其实也在于他用事太近 飞龙在天之时 历见大人 亦有人助 亦有新鲜血液的加入 亦有变量不断充实 当大人全部被你消灭 当外部新鲜血液不再涌入 抗龙游悔之事 已无可避免了 飞龙升腾到极致之时 势必孤寂不住 龙有灾祸之困 也就是所谓的 抗龙游悔 盈不可久也 谁满则意 月盈则亏 要懂得收敛自己 否则最终很可能 不知道为谁辛苦 为谁忙 比如说余温悠 还是用后歌那句 智慧之语总结 盖天地不全 这经原是全全的 今沾破的 乃是应不全之奥妙也 其人力所能与也 亲爱的 这篇开篇的组章 应该支咱两个弊吧 原护盲山现眼之后 老说了四年多 569年9月 原护在高战死后 再次出手了 派兵去了玉西通道的 一样附近 驻元德等武城 憋了好几年 原护还是 咽不下当年那口气 哪跌倒 吗 非哪爬起来 又奔洛阳来了 结果这次 连洛阳的辫都没贴上 569年12月 原县雷困一阳 决北齐两道 五七零年的正月 北齐三阶的老二 呼叡光帅 不计三万就一阳 双方随后 打了小半年 呼叡光各种胜利 战绩刷的都快 那配阳太妙了 北周和北齐 争一阳 久而不绝 新招刺时 尾肖宽队不下说 得失不再一阳 两国为了这个地方 捞尸动众这么久 根本就没有必要 对方不是没有高人 人家如果放弃 小冬来争坟北 我们一定会失地的 现在应该迅速 在华谷和长丘 修筑城池一决七亿 如果让人家 把炮兜修在咱门口来 再往前打就难了 韦肖宽一日 画了地樱图 跟袁护打了承报劲 袁护对使者说 伟公子孙虽多 但术不满百 分北铸城派谁守之 不仅这事总没大理 说话还很不客气 韦肖宽 今天已经62岁了 来看一下 他的履历表吧 五四三年 韦肖宽接替王思政 守玉璧 随后一守就是十年 553年 转为雍州刺史 此后跟羽锦 打了一趟将领 555年的4月 元太北巡的时候 又命韦肖宽 还人玉璧了 元太死以后 557年 元爵带西位称帝 韦肖宽 官拜小司徒 终于离开了玉璧 元玉时代 韦肖宽 升临指殿学士 但很遗憾 560年 会装糊涂的 元庸继位了 以韦肖宽 带玉璧之功 于玉璧 治了殉州 任韦肖宽 为殉州刺史 又给踢回去了 为什么要这样呢 前面我们讲过 韦肖宽身上的 独孤信的痕迹 太重了 独孤信 又是元户杀的 元英这个小傀儡 为了对元户 表示 我绝不结党 绝不让你走一丁点 脑子的极致乖巧 给韦肖宽 戴了点高帽子 然后一杆子 又给打玉璧去了 等于自543年 到如今的570年 除了553到555 和557到560 这五年外 韦肖宽在27年中 有22年 是在玉璧度过的 那地儿就是个大炮楼 而且高宽死了以后 没人再撑着打内尬的了 韦肖宽也不是 不想靠拢元户 元户他妈就是韦肖宽 作为边境代表 在多次谈判之后 谈回来了 560年的任九月 韦肖宽因为把元户 他妈谈回来 禁卫驻我大将军 所有元户迅速发起 结果韦肖宽 相当大机关的 以国为重 派其掌势新道县劝阻不可 这在元户看来 是韦肖宽在阻止他的军功 是根深蒂固的反动势力 在耽误他更近一步 本来就不是自己人 战队还反着来 双方刚刚建立起的关系 就破裂了 就这样 韦肖宽一年一年 在玉璧晒着太阳 一年一年地 看着自己的预算从来不批 571年的2月 元户又一次派元线 都诛将冬具骑士 北极同时则加码了 断梢和高昌宫去对战 随后几个月还是小被摸得忽思 这段时间 双方这仗打得有点呼辣烂扯 北周死去白裂 争的一阳位于南小道 之前我们说过 为啥北周出中原的路会被卡死呢 因为水路不同 因为河阳三城这个人造的三门峡 拦住了水路 导致了黄河的水道用不上 所以北周只能走陆运去沟通中原 上一次一阳 具有战阶枢纽的时候 还是勤并天下的 天下之中的韩国人 卡在地边坐查查车的买卖 这都多少年没上热寿了 为啥前面这好几百年都没人打呢 没必要嘛 包括宇文湖上一次轻轨而来 他不是第一时间支扑河阳三城 反而挖断了河阳路 死打金庸城 这金庸城你打下来又能怎样 金庸城打下来前面还有火捞关 你接得啃吗 人家河北的冤兵 能源源不断的派过来 你怎么守 你这小道的物流气 你守得起吗 那是路运的 他耗死你呀 当年河阳之战时 金庸城还在自家手里呢 河桥一败 那不照样图帮拉斜了 其实韦肖宽之前的上书 代表了很多北州大佬们的心声 河阳三城的地方 已经历经三十年的试错了 无论是语言太代的武川全明星 还是你语言户 趁人家国事衰微 每次都是功败垂成 你在那地边 什么纯属瞎当功夫 要么你就自己再带大军去找回面子 但你又默默唧唧的光 派个元宪去撒瓜家嫂子打一棒子 那孩子去了 就是给护雷光刷军供的 国家的脸都让你丢光了 对于北齐来讲 也一个意思 那劲都十下了 河东地区最关键的是哪 是玉璧 当年高欢为啥 两次往死里搞这个地方 因为王思政当初在玉璧设卡的思路 和他高欢当年打造河阳三城一样 都是奔着运输线去的 但段韶进入571年后 跟荒土高贺玩了命了 他此时下大力气围的定阳 所在这个位置 前不招村后不招地 对大局根本没有影响 双方都在根本不重要的地方下当无功夫 从战略角度来讲 此时激离当年高欢和王苏政 互建神包垒的眼光水准 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如果说都为了刷军功 单纯打着玩还好说 但北齐三接之手的段韶 在打定阳时得病了 七月 齐军图定阳外城 段韶在并榻上对高昌公道 此城三面重剑险阻 并无出路 唯恐东南一处 贼若突围必同此处 选精兵守这个地方 最终在段韶几乎是一技的情况下 高昌公全部抓获了 对阳城中的突围军 俘虏了北周的分州刺史杨夫 但是此战之后 北齐三接之手的段韶并逝的 你要说打下玉璧 死一个大神 还算死得其所 打这么个地方 把顶梁柱打进去了 北齐的撑门面的权力结构 开始就此崩塌 同月 忽利光顺利结为一扬 在要一次吃饭 睡觉打州军之后 他做了一个看不懂的操作 战后他并没有带兵回晋阳 而带着兵去了夜城 整个夜城快被他吓死了 此时忽利光的女儿 做了其后主高尾的皇后 子弟皆封侯作将 长子忽利五都 娶了易宁郡长公主 任飘旗大将军 两眼二周刺史 太子太保 次子忽利西达 任中户军 开服一通三思不久前死了 死后中户军 要接三子忽利士雄接班 弟弟忽利县 是飘旗大将军 都督 幽州刺史 形态尚说定 北京大闸 在边境驻成涉嫌 养马练兵修水利 劝农耕 威震突厥 被号称兰可汗 忽利光是并州一把手 他弟弟是幽州一把手 全族勋贵 手握重兵 军功无二的忽利光 跟当年高欢 在晋阳逼走元秀的状态 已经差不多了 标记北齐三杰之手的 段勺刚刚死了 在夜城看来 忽利光已经失去了控制 忽利光在一系列的胜利后 带着队伍直接去了夜城 齐后主赶紧下令 把兵给我散了 忽利光对他的皇帝物业说 兄弟们有大功 谁还没靠捞呢 现在都散了 下围仗就不好打了 所有秘密通表 请使宣指 慰劳助军 然后根本就不停 继续走 朝廷派使者 叫他打住的速度迟了 这时候忽利光 已经率军走到 夜城西班五里的 子墨桥时 才刚刚停下 这样后主很愤怒 急令舍人 把忽利光喊进了夜城 然后喧牢散兵 齐后主高尾 比较迟钝 而且口吃 没有啥自信 社交恐惧症 从来不喜欢见朝臣 不是特别亲近的 从来不说话 不愿意别人看的 即便是三公 上书庆这种级别的 跟他汇报工作 也都得是跪那儿 赶紧说点紧要的 赶紧走 你多待会儿 皇帝这尴尬哀就犯了 小皇帝本来就没有自信 现在这老丈人 又这么咄咄逼人 狐狸光带兵回夜城的消息 被玉璃晒太阳的伟大爷知道了 随后伟大爷私下编造了 两个谣言传到了夜城 一个是 百声飞上天 明月照长安 狐狸光自明月 那意思狐狸光马上要投奔北周了 一个是 高山不推自崩 胡木不服自举 那意思高家马上就要崩了 狐狸光那大木头 就要长成参天大树了 伟大爷这两首小谣言 以独特的韵律 和劲爆的政治花边 迅速成为了夜城的流行歌曲 断韶一死 狐狸光已经没有什么制约了 北极的权力结构 肉氧可见的 即将出现政治风暴 在这之前 独掌朝政16年的元户 也走到了尽头 总之 在一系列的因缘忌讳下 东西合拢的历史齿轮 开始启动了 在独揽朝政的这16年中 元户做得相当棒 很好地完成了 当年元太的托估目的 熬死创业的老一辈 让我的儿子坐在皇位 虽然说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变数 这俩孩子变成了炮灰 但与此同之 独孤逊 赵贵 侯姆存冲 这对大粗胳膊 也都成了炮灰 因为武川集团盘根错节 北州的司马懿 其实从来不少 但这些年 元户很克制 很少盲目动作 准确地说 他就打了盲山的一次大牌 别看八诸国级别的大佬 有仨是死在他手里的 但他这些年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次 被高平灵之变的机会 他并没有为了工业的更进一步 而一再动武 他不动 就没有破绽 所有潜在的不服势力 就都没法动 元户 看住了这份家业 但时间对于他来讲 却越来越不利 你在老去 你已经60岁了 你身边的铁杆势力也在离去 比如说 当年跟你废地的赫兰祥 和玉枝刚 都已经死了 而且最关键的是 你和小皇帝是一个生态位的 这不是当年弄死耳朱龙以后 他的亲信会跟耳朱赵和耳朱石龙立场 鲜明的迅速战队 元和耳朱 他是两个姓 而你和皇帝却都姓宇文 你的那帮亲戚 跟皇帝宇文雍也是亲戚 忠于你和忠于小皇帝之间 有着很多可以转环的余地 你看护的是元氏的基业 但宇文雍岁数越来越大 已经30岁了 虽然他是傀儡 但他已经做皇帝13年了 看上去不显眼 但小皇帝的权威 已经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朝臣们 你宇文雍在的时候 当然诸方势力会继续停化 但无论是朝臣还是宗室 看宇文雍注定要比 看你宇文雍的儿子们要亲切 你要是有一天不在了 30岁的宇文雍对你反倒清算日 各方面的势力会怎么样呢 卫攻宇文职是宇文雍的同母帝 之前和宇文雍的关系相当近 后来在转口战败后被罢官免职 从此就恨上了宇文雍 导向了他哥哥 宇文雍也就此启动了杀宇文雍的计划 572年的3月18 宇文雍从同州回了长安 宇文雍文雍殿接见 然后按常例 引宇文雍到韩人殿去参见太后 并对他说 太后这岁数越来越大 越来越能喝 我说话不好使 哥你帮劝劝 还从怀里拿出了酒告给宇文雍道 来拿在大道里劝劝老太太 宇文雍每次在宫中见宇文雍时 都行兄弟之礼 太后次座袁护 袁雍站一边陪着 这次像往常一样 袁护进殿后 老太后次座 袁雍站边上 然后袁护拿出酒告 开始有感情朗读 读一半 袁雍突然不将骨的 拿起御虎给袁雍虎 一棒子论地上去了 然后命太监和弦雍遇到砍他 但和弦当时已经吓尿了 这时候 躲在门内的B计划 袁只冲出来砍死了袁雍虎 袁雍整整13年的潜伏 让宇文雍早已经放松了警惕 就这样 宇文雍和他的小宝 杀了宇文雍 宇文雍虽有信息召见了 龚伯长孙兰等 宣布宇文雍已经被处死了 命令拘捕宇文雍的四个儿子 和其心腹一挡 当天于殿中全部杀掉了 长孙兰 是当年宇文绝的亲信 后来宇文玉继位之后 把他送给了宇文雍做好朋友 虽说有这层关系 但是长孙兰此时为龚伯 也就是禁军长官 能坐到这个位置 跟宇文雍的关系不可能差 宇文雍也并没有提前和他密谋 这说明双方的关系 其实比较面上的事 长孙兰平时肯定更听宇文雍的指挥 但是你宇文雍死了以后 长孙兰就迅速的导向了宇文雍 去帮忙杀宇文雍那一架子 因为这本质上 并不牵扯后续的战队问题 因为效忠的都是宇文士 可以解释有后路 宇文雍的世子宇文迅 此时为仆咒刺史 当夜 宇文雍遣驻国宇文胜乘车 征召元心 至同舟被刺死 还记得这宇文胜是谁吗 是当年举报赵桂 投称宇文雍的那一位 现在去杀他的儿子 没有丝毫的忧郁 这种人还有很多 比如说宇文雍死后 宇文雍昭这些年 深受宇文雍重用了自己的武力 骑攻宇文献 宇文献此时位居大司马间小中宰 雍州墓 是宇文雍的核心班子 这其实是宇文雍被上一个皇帝 宇文雍他哥哥宇文雍死前一绕传位于帝 给阴了之后又升级了一个补丁 万一哪天宇文雍不听话了 即便你学你哥宇文雍托骨给弟弟 你下一顺位的母帝 也已经被我控制了 你死以后 无论是传位给孩子 还是传位给弟弟 我都能控制 都稍有余良心不慌 宇文雍会想办的事 通常就是让宇文献跟他哥去说 这些年双方难免会出现意识分歧 但宇文献始终就是那个合适老 不往大去扩大矛盾 宇文雍知道他这个弟弟是能争取的 宇文雍给他安排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派他去宇文雍扶底 收兵符与核心的文件 他能把这东西全都抄来 宇文雍的所有亲信就此被戈之出名 宇文雍所有翻阅了抄家抄到的宇文雍的所有来往信件 将所有劝宇文雍篡位的全部诛杀 至此宇文雍的一打被全部干掉了 宇文雍拿回了自己的所有权力 权力这东西永远是看人下菜碟的 这个世界永远是看实力说话的 你比如说在便宜和正品之中 如今已经夯实了这个心智概念的我们的老朋友 拼多多百亿补贴呀 电商版原用拼多多百亿补贴628 狂欢强势来袭 简单粗暴直接降价 不玩套路不拒比价 在拼多多搜索关键486661 点击参加活动 或点击拼多多链接 就能直达百亿补贴活动会场 iPhone 15 Pro Max的价格历史低价 只要7376元 全系列最高支架2800 红米K70效应8G2处理器 性能有保障 搭配2K直屏金属中矿加坡的后盖 劝后只要1800元左右 同样都是买为啥不买 实实在在给它补贴的呢 智能手表方面 依旧是苹果和华为打来台 没关系 拼多多依旧在补贴后 让大家放心购买 华为Worch4 Pro运动智能手表 官方补贴509元 目前低价只剩2459元 Apple Watch9官方补贴1421元 历史低价2319元就能带回家 黑神话悟空眼手就发售了 这么好的游戏 咱得选一个跑得好的电脑 去体验游戏与文化魅力的融合之美 对吧 联想拯救者 这个游戏本代表 全系列都在拼多多有兽 7000元价位的全能型选手 R9000P 补贴上千仅需7600多 人气图上很高的Y7000P I7-14650HX加4060版本 补贴到时候只要7238元 让我们的游戏体验再进阶 一年一度的618吞货机了 平时用的东西在这里肯定收不全 加进数码还是囤货上学日用 根据你的预算 都可以在百亿补贴中 找到自己心仪且合适的选择 所有的百亿补贴商品 承诺甲一配是 且有品质点双重保证 甭管想买啥东西 先在拼多多APP 搜索关系486内料 或者点击评论区链接 去进行拼多多百亿补贴比价 同样的商品 基本都能再省好几百 省来的钱 给小丽掏价B就成了 原户被杀没多久 同年6月 夜城上哑的一串一模一样的政变 狐狸王进攻以后 被高委派手下拿弓箱 也活活勒死了 下诏称其欲反 杀其子狐狸士雄和狐狸横家 随后逐前驶去演出 杀鸡长子狐狸武都 右前中领军贺巴福恩 乘一车去幼州 抓他弟弟狐狸县 贺巴福恩一行到的幼州后 城门关报告狐狸县 使者穿衣甲马申有汉 赶紧关城门 狐狸县说 赤史岂可一句 大义的狐狸县出城之后 就被控制了 处刑之前 狐狸县探到 富贵如此 女为皇后 满家公主 出入都是三百兵跟随 满婴至此 怎能不败啊 其无子全部跟着处死 八月初一 高伟费皇后狐狸士为庶人至此 狐狸士一门 也被彻底打倒了 狐狸王被弄死之后 高伟将矛头瞄准的 北极三阶的最后一位 蓝陵王高长公 当年盲山之战后 高伟问高长公道 哎你这冲太猛 你入阵这么深 阵出了啥意外怎么办呢 高长公道 这次咱家事 哪里顾算考虑这么多呀 这个出生入死的能干宗事 说这种话 本来应该是段君臣家话的 但是高伟并不开心 你说家事 什么意思 这个时候 蓝陵王入阵区 已经成为了北齐军阁 高长公他爹又是高成 雪原时代太近 再加上北周 进入权力重组阶段 边境无事 胡德光死后九个月 五七三年五月 高伟送都九 堵死了高长公 而朱镕时代 群魔都在所要塔里 老老实实的拥护效力 元太高宽时代 双方各代猛男凶身 顶级攻防杀的你来我往 那可都是凶身 有一个算一个 去拿面全是后警 但各绝代双胶手里 都是好宝宝 这定海深针 各大胜手里 是如意金箍棒 在小妖怪眼中 就是随时能压他房的凶器 高伟杀高长公 这种好皮顶级的美人在翻腹那 他永远过不了日子 因为他看谁都觉得不乖好意 别人随便聊一会儿天 能把他活吓死 北七的国座传到这个时候 也确确实实 到了该亡的时候了 原庸静静静地等着得不配位的高伟自毁长城的同时 也在酝酿一件事 他折服这些年 已经想明白了开刀方向 五七三年在12月初二 原庸自己作为主裁判 赵群臣和僧道展开大辩论 最终给出官方定调 如第一 道第二 佛第三 五七四年5月17 三五灭佛的第二五 周五帝原庸开始灭佛 准确地说 原庸除了儒家之外 谁都砍 把佛道都定义成邪教了 把佛道的经典和塑像全部销毁 取缔僧道行业全部还俗 将所有他不认可的祭祀全部取缔 5月29 北周见通道观 以统一儒家为圣贤之教 原庸之所以对宗教下狠手 因为宗教和他抢了人口与财富 在北周的境内 此时有一万座庙 别看这些年东西方打得你来我往 但整个北国的宗教产业 却没受一点影响 比当年北魏末年时 还多了一万座庙 当年在北魏胡太后的 大力重复推动下 北方的寺庙 已经发展成了一个经济体 寺院手中都有了大量的捐赠 或者奸命爱的土地 并且奸命的速度极其惊人 举个例子 当年北魏末年 洛阳仅仅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 就有三分之一的民居 全部被寺院侵吞了 寺院有大量的土地吸纳劳动力 有大量的现金进行民间借贷 有大量的资本进行囤积聚齐 当时寺庙的高地带生意 已经做成了顶级当铺 亲爱的们 咱们不要在弹幕中讨论今天的宗教 咱们说的都是历史的内容 不要过多的隐身 东西未对峙的时候 已经成了气候的 寺院经济发展的速度 进一步加快 所以 于是重重佛法 造智穷奇 繁节良卧 稀为僧友 清洁辅藏 充佛福田 如果说当年拓巴套的第一次大规模灭佛 有着消除不安定因素的最大考虑 那此次元庸的灭佛灭道 则是导向相当明确 求兵与僧众之间 取地与塔庙之下 铜像融化之后可以变成铜钱 僧道还俗之后可以变成户籍 前面涉及宗教的时候 咱们讨论过 在咱们国家 永远别把宗教干成买卖 给社会降低维稳成本 促进人民安定的宗教 是朋友 给社会增大摩擦 提高社会成本的 尤其跟领导们争夺人口跟财富的 下场都很惨 在咱们华夏这片土地 还真就卖不了赎罪券 行政鲜明对比的是 东面的纲尾 只是继续着胡太后和萧衍这种野生佛教徒的思路 国家的灾疫到后 只要出现就是去庙里去修福报 自己的生活则是继续他爹的涉密之风 他的后宫皆宝衣玉石 一条裙子的价格能到万匹捐薄 各种各样的时装被造出来了 早上穿过的新衣服晚上就生旧的了 宫使原人修建的壮丽到了极点 整个夜城的工匠没有一刻能休息的全力给他搞生产 政治上他重新坚定 官阶开始明码标价 他的奴仆可以轻易到了开服 封王 宦官 胡人 歌手 巫师 被封王者上百人 开服者千余人 一东三思的不计其数 领军将军居然能有二十个 市中有数十人 甚至高位的狗 马 猎鹰 这堆畜生 也都有一同封军的称号 他的斗鸡甚至被封为了开服 更可笑的是 这堆畜生全部能获得相应俸禄 当时北溪的地方官已经全部基本上都是买卖人了 老百姓们被汤氏爷们祸害八批的已经快活不下去了 北溪三劫已死 国家已经烂透了 战役还没开打 貌似就已经结束了 但是 宇文庸的灭其过程却并没有那么顺利 因为他又没一脑子门子转和阳去了 五七四年的四月 宇文庸把佛道抢了以后扩充国力 没本的买卖最好做 抢了之后立案建议 当年底 宇文庸为了彻底皇权化府兵 在全军范围内发钱收买 而且大规模提高了军人待遇 改军事为士官 这次提高待遇不仅仅在原有军队的基础上 宇文庸还招募了大量的百姓为兵 除县级为军级 以优厚的条件激发了好难要当兵的热情 所以改军事为士官 募百姓充之 除其县级 事后下人半为兵役 打劫的宗教其实是宇文庸拿回政权短短三天内 就大规模能发棋的关键 关于发棋 宇文庸继续了自己的保密属性 始终指和齐王元县 内使王仪和安州总管余毅三人策划 575年的7月24 宇文庸突然在大德殿召集各方面司令员 通知发棋 在这次大会上 明白人宇文庸将焦点瞄准了整个中原大所的开关 和音 打你们什么一阳啊 上冤文 若攻拔和音 掩欲则持其可定 这位韬光养晦的大才 无论是打劫宗教还是瞄准和音 都是眼光极准 唯一的一个问题 就非得走玉璽通道嘛 出征前 元毕和暴宏等都建议 骑士建国已经传几代了 虽然说无道 但藩镇之刃尚有其人 和阳三成冲药 精兵所拒 咱们足足辈辈辈打太多次了 人家都防守反击出敬业了 咱还是抖河洞道吧 出坟区往北打进阳吧 不抛使 越是艰险越向前 这其实跟司马昭和语言护是一个意思 都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前人强 都他们弄不下来对吧 也打一个给你看看 575年的7月25 元毕下召大规模的蒸发北齐 前面那些战都打下了 我是做了功课的 卯足的劲 往死里 照着和阳三成 往死里给我打 7月30 元毕清帅六万禁内军 直扑和阴而来 8月25 周军取得了在芒山战场上的最高级别战果 和阴大城被攻克 和阴服桥此时已经毁了 北面的援军都已经支援不过来了 唯一的遗憾 是源庸暴打南城稍微和桥之前 北齐的永桥城大都的复服 趁夜进入中滩城进行驻防 所有中滩城 北周连续围城的20多天没打下来 这个中滩城几乎就是一个防御的bug 你根本没法在周一上工程器材 因为运不过来 而且那中滩州并不大 运过来了也没地放 你要是真想攻坚打 你只能指望用楼船从四周开打 但是由于黄河的航道到了三门峡 你又过不来了大船 你不可能从关中带不来特别大的船 事实上后面援农撤退的时候 就把来时的船都给烧了 因为渗流而下的时候都是勉勉强强 逆流的根本过不去那个三门峡 中滩城拿不下来 援农亲自来打金庸城的 北齐洛州四十都孤永夜 跟当年援农一样 还是没打动 战局进入到了僵持阶段 别看中滩城没打下来 但只要和阴大城拿下来了 其实就已经成功一大半了 因为黄河的水路已经通开了 退一步来讲 即便中滩城拿不下来 北周已经有了南路这个支点 自三门峡到河岩有了登陆点 把中滩城到南城的福桥一烧 水路照样畅通无阻 九月 北齐右丞相高阿纳公 从晋阳率军到达河阳 但这个时候已经没啥用了 因为你过不来 如果想要支援金庸城里的都孤永夜 你就得从别的渡口抢渡 或者走陆路去虎捞关了 更关键的是 先锋宇文县已经禁为了落口 收起东西二城 完成了对落水的控制 金庸城此时已经成为瓮中之鳖了 眼下 宇文庸只要在架把劲把金庸城打下来 届时就完成了对落水和溢水 乃至整个洛阳盆地的彻底掌控 届时 陕城的敲刀堡就能往前挪到金庸城 由于黄河的水道通了 物流的成本降下来了 北周也就能将手伸到中原了 但是 就在这个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 何银盲山对北周的诅咒开始发飞 刚刚从关中出来仅仅一个月的袁庸 突然生病了 他病得还不轻 因为北周则要迅速放弃了所有战果 烧川撤退了 妥妥赶回了长安交代后市的节奏 此时不关河阳南城拿下来了 而且宇文县 于义 李牧这帮在各自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已经拿下来三十多次成了 最终都因为宇文庸的报病放弃了 这是四十年来最好的一次机会 但冥冥中的神秘力量对宇文庸说 我他妈不同意 北齐因此被需了五百天的命 回去后 宇文庸的病好了 你说 悬之又悬的灾难性经典 好神奇啊 被命运拿捏后的袁庸在五七六年的正月来到了河东 召集关中与河东诸军大列阅兵 这个信号不同寻常 公元五七六年的十月 袁庸召集群臣道 去年我病的不是时候 本来看齐军都跟看小孩打架一样 更何况其朝政混乱 百姓凄惨 天欲不娶 孔仪后悔 去年打河阴属于踹他后背 但是没给他掐住脖子 这次我准备掐他脖子去了 咱们去打晋阳 然后东下打夜城 终于北周换方向了 他终于现在出生时就是福帝的河东方向 进发了 这回北周一走河东 哪哪都顺了 整个灭旗之战的唯一主角 宇文英的天赐上将 北齐后主高伟出场了 你说这福帝和兄弟是闹着玩的吗 运气这东西很重要 当时齐后主刚刚在两个月之前来到晋阳旅游 还没走 正在齐连池打猎 北周一路势如破珠 来到了当年高欢梦开始的地方 晋州平阳 高伟听说以后调动十万晋阳军准备御驾亲征 10月19 北齐军队刚刚聚集在晋岁的时候 此时宇文英已经屯兵焚取 主力围攻平阳 原县禁兵克宏洞永安二城 准备再往前突 但齐军分敲首险 周军先锋无法再进 所有双方对于永安 也就是今天的破州市 来看看战略图 你瞅瞅双方的反应速度 10月25 袁庸已经从焚取来到了平阳城下督战 北齐的星台左城侯子钦出城向北周投降 这一天高伟刚刚从晋阳南下 10月27 方收北城的晋州刺使崔景松向北周请降 北周派出的几十个特种兵进城接应 和崔景松一同去偷袭平阳城总指挥魏向贵 平阳内乱后城破 魏向贵及甲兵八千人被扶 短短十天 天下屋己的南部第一重镇平阳一主 10月29 袁庸任命心腹梁士燕为晋州刺使 留了一万精兵镇守平阳 这是一次相当英明的任命 梁士燕是袁庸仅仅因为听说消火的比较猛后 亲自提拔扩充到自己队伍的军官 从扶风俊守提拔为了九起阵将历练 这次发起给调回来了 他还没有立过什么功勋 需要证明自己报答这份信任 10月30 高伟列阵至极西元与袁县相对 智业不战 周军连阵而退 11月初四 高伟帅大军到了平阳 袁庸以北七军队刚刚集结 打算回去避其锋芒 同志们说不能走 咱得干死他呀 但是袁庸永远足以大 奏不停 奏带队走了 袁庸留了袁县做殿后 袁县杀了北七的勇将 荷兰豹子等追兵后 渡过了焚水 在玉璧追上了袁庸 随后袁庸将大部队 拨了六万人跟袁县 驻扎于宿水 远远生源 这个宿水是这么个位置 袁庸是什么意思呢 平阳由于是北七内部 出了叛徒被迅速拿下的 所以城防并没有在前面的工程中 受到巨大破坏 袁庸把平阳送给你去打 甚至我大幅度撤退 交兵让你往前冲 但入河东的两条路 我都给你堵死了 一个在焚水玉璧 一个是闻喜爱道 有请北七的同志们 放马来打 袁县率军 吞一宿水为声援 平阳城的情况如果不好 随时出去支援 后面一度情报传来说 平阳已经丢了 袁县赶紧去支援 等到了蒙坑之后 听说还没问题 于是又撤回来了 其实袁庸的算盘打得并不好 他主意太大了 谁也不肯商量 没有人知道他的真正想法 这样虽然能够保证不泄密 但是官兵们不一定能够理解 卫战先退 士气很容易受影响 平阳城也远没有那么抗躁 原县听到的情报也不是不准 这城一路被冲垮了 只是最终很幸运 其军重新围困了平阳后 周夜攻城 城里的形势相当危急 城墙和城楼都被移平了 突破口的残存城墙 只有一人高了 双方开始直接短兵相接 战马都上攻城战了 州军外援不至 军心震孔 是梁史燕 康慨自助力的将士们道 兄弟们 如果今天战死的话 我一定死大家前面 仗着这股子狠劲劣劲 周军击退了北溪的进攻 并在三千内 动员了所有能动员的人力 修好了城墙 但修好了也没用 因为此时 弃军又成功的挖了地道 城墙下陷了十多米 又塌了 就在将士们 城市准备杀进城内之时 告别下一个大舟 他要喊他的封书菲 来光泰城破的场景 结果就在封书菲 伤壮的时候 周军用木头又紧急做的城墙 堵住的缺口 保住的平阳 还是那句话 运气这东西很重要 但这运气在 河阳和盲山里 揍死得不到 十一月十八 前线都打成那德行了 袁庸直接挥昌岸了 献服于太庙 消息不断传来 梁石燕守平阳 远没有杜古永夜 守金庸那么稳当 并非同时苏 吓好几次了 再嘚瑟就该献眼了 自己不能第二次 御驾亲撑又狗屁不是 十一月十九 袁庸再次下诏 我他妈还在打 十一月二十二 任性的袁庸又从查案出发了 十二月初三 袁庸军职高显 派袁县率大军支援平阳 十二月初四 袁庸亲至平阳 十二月初六 诸军全部汇集 周金共八万人兵临城下 设置了东西二十余里的战阵 此时北齐已经在平阳城南 挖了一条壕沟 从桥山连接到坟水 齐军列阵于战壕之北 袁庸派袁县前去观察敌情 回来后高调向他皇帝哥哥请战 表示骑兵松垮垮 我代表广大纸战员同志们 申请杀地后再吃饭 袁庸给了高度赞许 袁县退下以后 其那时柳秋对他说 贼军势大 您咋这么轻视 袁县道 县受尾全封 情间家国 扫子补扣 士等摧枯 胜舟之势 攻所之也 贼兵摧众 鸡如我河 白饭也就是 我妈周转人斗 我不吃饭我也干死他 口气跟袁庸时代一样 这一下子就给北周坑了 袁庸战前搞了士气动员 亲自骑马来到阵前进行大阅兵 边走边喊 各单类司令员名字 在那嗷嗷嗷的鼓势气 但是 袁庸一看七军八那条打勾 赶紧下令打住 双方都是大兵团的骑兵冲阵 那条好勾 马不可能迈过去 往前走 阵型就乱了 由于那条勾 双方自早上 一直对峙到了下午三天多 周军没吃早点 这一天不吃饭 士气不知道还能剩多少 不过没关系 幸运再次来到 天赐上将上 关键先生高伪罪 是说问高安纳公道 嗨你妈打不打 高安纳公道 咱们军队人数虽多 但能占着不过十万 生病受伤 后勤和围困平阳城的 又去了三分之一 当天神武皇帝时代 打玉璧的时候 人家援军来 咱就撤了 现在哪里比得上 之前的战斗力 不如撤兵 吞手高粱桥 其实这不是一个坏意见 因为你眼下 还要包围着平阳城 这贪拨了你的力量 不如组合为拒 把平阳城让过去 你收缩力量去对峙 但是安图根则表示 一群小贼 我给他们都秃入进焚水里 两种说法 高伪有点犹豫 这时候 高伪的太监团队们集体道 他是天子 咱也是天子 他能远来 我们为什么要示弱 高伪道 特别对 于是贴了好勾 主动来找周军决战 纯属称的 你临阵天沟 不仅消耗体力 你的阵脚还乱了 援庸大喜 等北齐的工程队施工完毕后 命诸军出击 双方军队刚刚接阵 高伪继续带着 冯淑飞骑马观战 东面军阵刚刚有点后退 冯淑飞便害怕到 哎呀呀 咱们打败了 其亲信目提婆道 哎呀快走吧 走吧走吧 高伪随后跟冯淑飞 看着笨高龙桥逃跑 将军系长一看见跑了 那行啊 于是赶紧追回来高伪道 军阵半进半退 是作战时的 太常见的情况了 咱们现在军阵完整 没有损伤 陛下离开这里 又到哪里找安全的地方 您现在只要跑了 咱军心就蹦了 您赶紧回去踢阵军心 很快 武艳将军张昌山 也从后面赶过来到 军阵相当完整 围城的大军也都没动 您快回去吧 要是不信 您先派个太监去看看 走吧 咱回去吧 高伪最终被木踢婆等拉走了 北齐随后大败 被杀了一万多人 军资器械 数百里剑 尾弃山击 十二月初期 袁庸进入平阳 以将士匹匹 预引大军撤军 但这个时候 刚刚的平阳英雄 梁史燕 勒入袁庸码头道 今骑师败散 军心浮动 咱们再踹一脚 他就完了 袁庸被说动 率诸军北上追击 但此时诸将 已经被他满尸戒 乱跑给弄烦了 纷纷请示西规 但袁庸再次任性 你们要的不去 我自己上啊 绑架的诸将 跟他北上进阳 十二月十二 宇文雍与宇文县 会是一戒修 此时晋阳已经门户洞开 北齐的守将 韩剑叶举城投降 被袁庸任命为了 上驻国 封雄宫 晋阳的开府一东 三次贺巴夫云等 四位进城 三十余人也投降州军 袁庸各有封赏 当夜 高维准备逃跑 但诸将不从 十二月十三 北州兵临晋阳 高维此时已经任 安德王高燕宗 为相国 宾州刺史 总侠山西军事对他说 宾州我送给哥哥了 我要走了 拜拜 高燕宗道 咱为了国家设计 能不能不走 我出去为你死战 必定破旨 穆提婆说 天子大计已定 安德王不得阻挠 说的挺硬气的 但实际上高维差点 人晋阳已经都出不去了 他已经被高燕宗控制了 是趁夜杀了 城防官逃入晋阳的 领导是不能乱与一家亲征的 一崩毁所有 此时宾州已经有人 要帮他体面了 高维为什么要说 宾州我送给哥哥了 就是为了要稳住高燕宗 这是一个翻版的高杨 高燕宗是高昌的五子 因为长得和高杨一个德行 于是深受喜爱 他12岁的时候 高杨已经是二级神经病了 命高燕宗把他肚圈里尿尿 尿完就抱 然后说 哎呀我走哪里这小子 长大做定州刺史的时候 在仓楼的大便 然后让人抵人张嘴戒子 还专门爱争人屎 肉龙让人吃 吃的不好看 都得打一顿 妥妥他爹的儿子 他在等他生命中的南京 后来三哥被高杉弄死了 高燕宗大哭 拿草儿扎了高杉的样子 狂便道 你为什么杀我哥 被告发以后 差点被高杉打死 到了高北时代 这逼仔的弄死他四哥高昌共识 高燕宗继续给他哥上书报复评 流泪满指 前面平安大战之时 只有高燕宗率军在逆势之中 打得所向平靡 诸军大败 只有他没受损失 这妥妥是高杨的既视感 这个熊孩子更像是在装傻 在城头拉大便被誉为家族脑残 但也因此 他能有真性情的给两个哥哥抱冤 能有至君之地而不被禅毙 高杨之所以爱这个孩子 也许就是看出来 这孩子是个翻版的他 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别人看不穿 平安大败之后 战身高燕宗已经成为了 晋阳的指望 高伟虽然混蛋 但却不傻 到底孩子溜了 当时还愿意站着并州将领们 纷纷请求高燕宗道 你不当天子 我们就不干了 高燕宗于是于12月14日 寄皇帝位 周军为晋阳 兵士似河如黑云 高燕宗率军出战 谁也没想到 撑起高家最后门面的 是这个一直不被所有人待见的孩子 高燕宗身体肥胖 因为身材缘因常常被人取笑 结果上的战场 跟高昂一样秒变红金宝 晋阳宝夜战中 高燕宗挥舞长矛 敏捷如飞 索向无前 战役打得相当惨烈 赫阿鱼子和断唱的东军 打到傍晚 率千计投降了周军 元庸随后攻入东门 打入了晋阳 咱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元庸进去以后 第一件事就是 烧了佛寺 表达自己的宗教态度 甭关你有图 各有正打仗的 你装列得装装了 封建迷信 咱也先统战着呗 也不知道是不是得罪了 晋阳佛寺里的护法 元庸刚烧了庙 就遭了报应 元庸进入晋阳 玩火 仅仅带着嵌于骑兵 索有命驻军绕城至阵 当夜 高燕宗率军冲破了北周军阵 杀入了东门 给元庸来了个瓮中捉鳖 周军大乱 争门而逃 自相踩踏 被杀了一千多 基本全军覆没 元庸左右已经死散 走投无路 是成玉上士张寿牵着马头 贺拔福恩用鞭子抽着马 贱难从死人堆里 把他抢了出来 差点就被骑军抓了俘虏 最终是靠着偷降北周的皮子信 在前面带路 才在靖阳城东 崎岖狭狭窄的道路中 于四军天 近南的逃出来了 元庸经此一战尿裤了 决定撤军 诸将也说就快走吧 结果元庸怒道 陛下自克晋州 乘胜至此 现在高威已经跑了 关东阵响 自古兴兵 未有今天之胜 昨日已经破贼 因为将士轻敌 才未有不利 这真不叫事 丈夫当死忠求生 败荣求胜 今破竹之势已成 奈何弃之而去之 元县和王毅也劝不要走 详将段畅道又说 城内已经空虚 就差最后一脚了 此时的骑军 确实已经到了强动之末 高燕宗以为已经杀了元庸 骑军获得了九位的大胜 全都喝躺下了 高燕宗已经无法号令 元庸就此勒马停止后撤 吹响集结号 在12月17日清晨 再次打了一把剑阳东门 这次终于彻底打垮了高燕宗 晋阳城破 12月18日元庸大赦天下 销出旗帜 烧篮北齐文武群臣 12月12日元庸出晋阳宫中珍宝 及宫女两千人赏赐将士 加力宫者关绝 12月29日杀奔叶城而来 此时叶城在象征性的 做了最后抵抗 高伟命中赏一幕战士 绕自己不出钱 高孝恒又请出宫女与珍宝赏将士 高伟很不开心 总之王国在即 叶城中达官显贵出乡的车队 已经都连上了 流水的皇帝铁打着门阀 人家河北大族们早就看明白了 高伟跟个拖鸟一样 把脑袋扎土里一动不动 他做出的唯一行动 就是有忘记者说 天下当有隔翼 然后高伟将皇位擅让给太子 自己当了太上皇 577年的正月初三 高伟带队从叶城奔冀州 准备南逃陈朝 正月初九 北齐右主也从叶城向东逃跑 正月十九 周军围了叶城 烧叶城西门 击败了慕容少宗之子 慕容三藏的最后挣扎拿下叶城 北齐王宫以下街乡 正月二十 宇文雍入叶城 其落州刺史 独孤永夜的香标 也在同一时间送到了叶城 至此 这道困扰了武川集团 两代人的河阳人造三门侠 终于一主了 河阳与河东 武川军团的凶宅与福利 悬之又悬 正月二十五 跑南高伟被逮捕归案 宇文雍收乡七国宗室 打报快递长安 北周得周五十 郡一百六十二 县三百八十 户三百零三万两千五百 袁庸跟晋阳时一样 迅速下令在整个河北 并州河南举行灭活运动 回四四万 破三百万僧尼还俗 当时北齐掌握的国家户口 笼共三百万 也就是一千五百万人左右 宗教人口达到了 在边人口的五分之一 自六世纪开篇 北魏的末代皇帝太后们 对宗教的错误引导后 袁庸将局面倾盘 整个北国彻底辩护其民 四月初三 袁庸至长安 将最高战利品高伟搁最前面 列齐王公鱼后 车鱼 旗帜 器物等战利品 跟在后面 被大驾步六军奏 凯越 献服于太庙 长安皆称万岁 四月初六 袁庸封高伟为温公 旗帜诸王三十余人接受封决 然后袁庸经身强暴大法 与七国军臣饮酒 令高伟跳舞 高安宗耻辱 悲痛到屡次服毒 但都被控制了 玩儿凌辱不让人看 还有什么意思 玩儿就是让你看的 你想死也不是现在这个时候 等玩儿够了 五七七年的十月 高伟被诬告谋反 高伟与高安宗等 北溪宗市数十人 以及高伟原来身边那堆垃圾 不分老少全部被刺死 同年 北周开始推行行书要制 凡盗窃一匹赃物 以及礼政 族政 保长 党长 隐瞒五个丁口 一百亩地以上的 全部处死 原用铁腕再次瞄准的人口 谁跟我抢人口 都得死 十二月十二 原用去并州 亲自将并州的四万户军民 牵移到关中 随后废除了并州攻势和六府 晋阳 这个耳朱镕时代的buff符号 被当初谁也没想到的 千人五川小分队的后人终结了 晋阳不要哭泣 四十年后 会有一位李大爷 身披金甲胜衣 脚踏七彩汤云 带着几个牛逼儿子 来到你的身边 关于他那几个牛逼儿子 我们有好多故事要说 大汤气象 578年5月23 原用亲自率军争突厥 如今北京已经合一体了 突厥不再是朋友 老子打的就是突厥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刚出征四天 5月27日原用再次神奇报病 他之前身体不好 不可能御驾亲征 但这次重病和当年和银东征一样 发病迅速且剧烈 很遗憾 这次他没能挺过来 5月30日原用下绕所有军队停止行动 派一使到长安传宗师 袁孝波前来 袁庸握住的这个和他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好兄弟之手道 都托付给你了 当夜 袁庸受袁孝波岁上大夫 总管缩卫兵 命提成义马回长安以备飞肠 6月初一 袁庸回到长安当夜病逝 年36岁 袁庸生性节俭 长穿布袍 睡觉的时候盖布袱 后宫不过十一人 每逢行军作战 永远深入军队中 亲自下马穿越山谷 能受常人受不了之苦 普将士有恩 明察果断 用法严峻 三斤将士为其威 而乐为之死 他的一生 是儒家意义上 不适出的圣主 虽然仅仅主政了六年时间 但是合拢了东西世界 清理了社会独流 号召了政府从简 灭其后 赵告 会议 重信 韩人 银河 司祺 朱殿 皆与恩户 专政是所谓 穷尽壮立 规格高于太庙的 全部销毁 雕梁装饰的材料 全部赐给拼命 所有的工程 修造项目 一切从简 并正和夜城 珠塘 宫殿壮立者 全按这个规章制度来 袁庸 将一片生机勃勃的土地 清理了出来 两近南北三百年 这个中国史上 最长的乱世 至此即将彻底 解决胡汉融合的问题 这最后的大高潮 起于文明太后 成于宇文太 原庸两父子 北京的各一族 在长达三百年的互杀中 不断地降低了人口 汉人在两近初期的西北 甚至不在优势后 再次成为了人口的最大基数 这三百年的互杀 乃至融合后 汉民族在西近末年的枯萎中 重新站了起来 适应了其马与波沙 北京其他各族 则在进入中原 长达三百年的过程中 学会了种地和汉语 文明太后的户籍制度 帮天下统一开始启动 而之融将崩盘后 北魏由再次西近 操弹化的边缘给拉了回来 武川和环硕 在宇文太和高欢的 绝带双交对接中 纷纷拾起了文明太后的 国家操作系统 最终宇文庸这个极致的引刃者 和极致的奉献者 更是功成不必为我的得罪的宗教 不怕任何报复的 以一己之力带走的那些 装宗教控制的贪婪蛀虫们 西北刚猛杀伐之气 冲杀了一切反坏右 为下一个恢弘的时代 奠定的基础 在杀戮 掠夺 西民 编户这个三百年代的血泪大融合之后 眼下胡汉和一孩 差最后一件事 将关隆集团的名字 从宇文太刺名的鲜卑性 改回战人口比重最大化的汉性 姓氏是模糊种族的最后一关 用佛爷爷那句话讲 佛门久久归真 还少一难 这件事上天自有安排 普六如肩上场 最后也感谢拼多多 对引出普六如肩的大力支持 628了 有什么需要买的 可以先在拼多多APP搜索 关系48的内疗 或者点击拼多7链接 去进行拼多多百亿补帖笔价 只要是品牌的 咱就丑一眼嘛 七驴去酒吧 该生神 该花花 咱再有钱的V笔价吧